大家好,我現在來到東京陽光大廈 今天是東京雨夜的浪漫 我今天乘了飛機睡不著 現在打算出去逛夜街 適逢我們有一個全新的路 在東京鐵塔為下次來玩 可以玩這個東西的個人 不過今天下雨 接著我試一下現在踩這部 準備起行 基於這部 沒有被震 沒有震 所以開車的時候就拍不到 我現在就拍這一點點 現在快到12點了 東京鐵塔都快關燈了 今天就開這架戰車 我們陽光大廈可以租 東京大阪都會有這架戰車 很過癮的 現在我先開車 很震 所以安全起見單手會有點危險 所以我今天就拍到這裡 待會再補一些精華片段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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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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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拍一張照片 玩了這麼久 收$20港幣400元 完成 這是最新的陽光大廈新換衣 有滑板車 人們自己還車 除了這個位置 這裏還有四部 其實他們拿車取車 可以在Apps看到哪裏有車 這裡很搶手 大家可以用Apps便知道有沒有車 今天我們陽光大廈介紹這新會議 玩了這麼多 早點休息 大家好 1月12日至1月17日 以及1月17日至1月21日 我們都有大阪去東京 東京去大阪的民宿加露營車的旅行 這類型的Camping Car 相信沒有人試過混在民宿一起去玩 現在機會來了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打電話 去百姓旅運報名 必須要你自己的駕駛技術是優良 和經驗豐富 有駕駛大型車的經驗 因為露營車是要很小心駕駛的 有興趣的朋友 就WhatsApp去百姓旅運查詢 順帶一提 百姓旅運只是幫你買機票 和給露營車的錢和民宿錢 其他所有的集費 包括食費 和一些洗費等等 全部都是現場夾錢 所以這個是自由行 但我會帶隊 我會駕駛其中一架 因為數量有限 一輛露營車最多住四五個人 最好有兩位司機輪住駕駛 如果是一個家庭 司機都不要緊 我們每天最多駕駛三四個小時 保持精神 可以操控這輛車 千萬不要發生意外 所以我們出外旅行 安全第一 但這個露營車體驗 我覺得也是值得的 因為我已經玩過幾次了 WhatsApp報名 多謝 同場加映 2024年1月16日晚上5時 我們會在東京 陸邦Key Hills Club 舉行華基創業十周年奇妙旅程晚宴 在日本東京舉行 多謝大家 日本追尋二十一世紀遊行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發指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享受高品質生活 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